教宗用雙手拉开乌克兰国旗 现场掌声不断 这面沾人污渍 还写了字的国旗 就是来自经历俄军 冷血屠杀的不查证 教宗接见来自乌克兰的难民同 还亲吻这面乌克兰国旗 并谴责俄军恶行 更呼吁早日停止乌克兰战争 只不过俄罗斯不认屠杀 还播放乌东卢干斯克民兵作战画面 不打算停火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持续向国际求援 向爱尔兰国会喊话 要求敦俄欧盟加他对二制裁 俄罗斯滥杀无辜的行径引发国际公愤 不止英国首相强森 德国总理肖兹也都看不下去 肖兹呼吁俄罗斯立刻停止对乌克兰的破坏性战争 还说德国将尽可能支援乌克兰 直到俄国撤军 只不过看似不愿停火的俄罗斯 却表示俄乌和谈 进度不如预期 算谈判持续 但拖延的程度超出俄方意愿 这场战争何时能够落幕 充满未知数 3D新闻 陈环报导